欢迎来到美厅 你几点起救什么命 常听人提到一句话 听过很多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同样的 这世上很多人 说其早起的好处头头是道 却依然无法被清晨的闹钟叫醒 知一行难 真正有价值的事 往往就是如此 早起虽是一件小事 但它背后蕴藏的能量 却是无限的 当你明白了这三件事 就会意识到早起是小 意义伟大 英国哲学家斯宾赛有句名言 保持身体健康是一种职责 但是只有极少数人 意识到了这一点 身体健康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但说归说 做归做 现实情况是 不到生病的那一刻 我们永远意识不到 保持健康对我们而言有多重要 生病了想要恢复健康很难 而平日注重养生 其实很简单 坚持早起就够了 与其亡羊补牢 不如未雨绸缪 早早起床 给自己充足的时间 去运动 吃早餐 沐浴阳光 都是在为自己的健康账户处置 网友美玲 讲述了早起给自己的身体 美玲开始感到不对劲 她有了掉头发的毛病 皮肤也越来越差 有时候还会胃痛 尝试了一些偏方后 不见好转 美玲选择去医院看病 检查结果没什么大问题 主要是营养不足 医生开了一些药 并且专门叮嘱她 一定要吃早餐 从那之后 美玲开始改变自己的作息 她每天十点就上床 最晚十一点入睡 早上六点半准时起床 起床后 她会先下楼溜达半小时 然后回家给自己 做顿丰盛的早餐 再不慌不忙地吃掉 半年下来 美玲的身体状态 几乎完全恢复 皮肤也越来越好 整个人都变得神采奕奕 作家冯唐说 身体是老天白白给你的 但不是让你用来白白糟蹋的 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 而不是仗着年轻肆意挥霍 要知道 吃再贵的补品 也比不上早睡早起 相比起生病后大把的医药费 或是昂贵的养生偏方 早起 是我们关照身体最实惠的方式 二 早起 是告别消沉最快捷的方式 去年和一个朋友见面 他整个人看起来状态很差 疑问才得知 他工作很不顺利 原本可以升职加薪的他 因为公司业绩不好 反遭奖心 他特别痛苦地问我 现在感觉人生无望 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我并不了解他的工作 也给不了什么实质性的建议和解决方案 但我能确信 他最需要的是摆脱消沉 重整心态 于是我建议他 如果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妨先从早起试试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都没有再联系 但我知道他听进去了我的建议 每天早上七点左右 他都会在朋友圈发一张自己跑步的照片 我眼看着照片里的他 从消沉低迷变成了自信满满 前几天他发来消息 我最近换工作了 工资也涨了不少 有空了 一定请你吃饭 朋友说 刚开始早起时 觉得不能浪费早晨宝贵的时间 于是就去跑步 跑步路上 他看到卖早餐的摊主 菜市场的商贩 所有人都在努力生活 他忽然觉得自己的一点挫折 算不了什么 后来 除了跑步之外 他还开始趁早上头脑清醒时 进行学习和工作 一年的时间 他不仅养成了早起的好习惯 还在工作上有了突破 拿到了更好的工作机会 我由衷替朋友感到开心 也再次确信了早起的力量 早起 是让我们告别 消沉状态最快的方式 因为它不只是让身体醒来 还会让沉沦已久的激情和斗志 也慢慢苏醒 就像富兰克林说的 我未曾见过一个早起 勤奋 谨慎 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 一个见过太阳上升的人 是不会允许自己沉溺于黑暗之中的 早起这件小事所引发的蝴蝶效应 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 三 早起 是成就自己最扎实的方式 亚里士多德说 在天亮之前 起床是个好习惯 这将有助于你的健康 财富和智慧 纵观古今 无数成功人士 保持着早起的好习惯 清晨时光贵如今 而他们 牢牢把这桶金把握在手中 成就一个人的方法有很多 而早起 永远是最简单 最扎实的那一个 玻璃大王曹德旺 每天四点半起床 这个小小的习惯 他坚持了七十年 他的早起习惯 是小时候被妈妈培养出来的 理由很简单 早起三天 就等于多了一天 时间日积月累下来 就可以多做很多事情 曹德旺小时候 早起是为了谋生 让自己有更多时间 去放牛 砍柴 长大后 早起成了 刻在他骨子里的习惯 开办工厂后 曹德旺变得忙碌起来 白天被工作占据 他就利用早起的时间 为自己充电 早上的两三个小时 他自学财快知识 企业管理知识 大量阅读书籍 一边实践 一边学习 他的生意就这样越做越大 为自己赚得百亿身价 听说华尔街一直流传着一种观念 一流成功人士明白 早餐之前的那几个小时 是弥足珍贵的 绝对不可以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 白白浪费掉 清晨那几个小时 是向所有人开放的 只要我们愿意去 好好的把握它 是啊 上帝给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 有人浑浑噩噩 在睡梦中任时光流逝 到头来却埋怨命运不公 有人却坚持早起 拼命抓住每一分每一秒 让自己不断成长进步 时间无痕 却在不知不觉中 塑造了我们现在的样子 一个人早上的时间花在哪 他便会在哪看到收获 成功的路上 很少有捷径 早起 永远是成就自我最扎实的方式 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亚健康 消沉或是迷茫等 任何一种不舒服的状态 请试试早起吧 去运动 读书 写作 甚至只是享受一顿早餐 不问结果 只求坚持 慢慢的 你会发现 你找到了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 这种掌控感 会让你越发积极 自信 帮助你变得更好 从此刻起 坚持早起 成为更好的自己吧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